从小就爱喝线菜蛋花汤 这是我家的家常汤 你喜欢喝吗 喜欢烹饪的朋友不妨考虑关注我的频道 我每天都会分享新食谱 我的频道有千多个美味食谱等明来翻牌 在您不懂要煮啥的时候就可以进来看看 找找灵感了 记得要关注了不然滑走怕你找不到我 将切末线菜撕成一口大小鸡蛋打算备用 炒香姜末和姜鱼仔 炒香后倒入一大碗开水 扎盐鸡粉和胡椒粉调味 然后下馅菜煮软 慢慢倒入鸡蛋液不要搅动 当蛋液凝固 汤倒入汤碗里洒上洗干净的口气 热腾腾的馅菜蛋花汤就做好了 这个汤越喝越好喝 馅菜煮软后吸收汤汁味道鲜美 希望大家喜欢记得要做给家人喝 我每天都会分享新食谱 如果您还没有关注我 记得要关注了 不然滑走后怕您真的找不到我了 谢谢观看我们再见了 欢迎订阅 主 attack